電動車緩緩使進充電站 拿起充電設備放進充電孔 充電正式啟動 我們使用照著這個插孔插下去 之後透過我們的手機APP 現在已經開始在充電 然後我們的那個車子的電力大概在35%左右 然後這個就是車子的那個電壓跟電流 然後我們這APP的話就會顯示 就是現在的站場名稱跟充電站的位置 透過手機操作APP 依照介面指示 像是充電時間及費用都一目瞭然 這可不是外頭停車場的充電樁 而是就用第一座社區型充電站 業者和第一特獎社區管委會合作 希望服務社區電動車主充電需求 電動車這個市場在中華民國的政策 2040年油車轉電車的這個前期 那現在整個政策都朝這個電車在走 節能減碳的方向 那原則上這個方向前進的時候 其實在今年底已經達到3萬輛的電動車 我們看每年大概都會倍速的成長 那以基隆市來說 基本上基隆的這個族群 稍微偏年輕年長 那我們也像深信在這個市場裡面 我們看到潛在成長的這個趨勢 那現在電動車的滲透比率 還算是個位數 那在未來這10年 我們相信會有富而市的成長 所以我在我們看來 金融市非常大的潛力的市場 充電裝 充電車是以後 社會的需求量一定特別大 而且它是趨勢 那如果現在第一特獎不裝 以後要裝要花很多錢 剛好廠商有這個意願 來共同創造三營 所以我們提供場地 請業者來協助 對我們社區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助力 而且這個是老舊社區 23年的老舊社區 以後它哪有錢去買這些充電裝的設備 所以才有這個構想 那也運氣很好 廠商也非常樂意來幫助我們 2 1 請用錢 一看一看 基隆第一特獎站 開幕剪載儀式正義式開始 社區充電站啟動儀式上 邀請了基隆市長謝國良 基隆市議員何淑平 韓世玉 陳君佐 和陳怡等人共同剪載 我們很樂見第一特獎 有這樣子一個這麼好的社區充電站 我認為這樣的社區充電站 對基隆未來的綠能政策推動 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我希望不只第一個 第10個甚至第100個 我們都盡力來推動 這跟國良一直想推動的 綠能的政策也是相符的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隨著電動車日益增多 社區內是否能夠設置個人的充電裝 引起了廣泛討論 出席剪載儀式的民意代表 樂見社區官委會和業者合作 除了提供充電服務 也有回饋的機制 非常開心 今天在我們北台灣 基隆市信義區第一特獎 設立第一個充電站 因應了整個國家的能源政策 在2050年 全部把我們的運具 全部汰換成電動化 所以說讓解決我們一些電動車族 不用怕說找不到充電裝 等於說你把車子停回家之後就充電 跟充手機的概念是一樣的 他白天的費用是比晚上高 因為你晚上回到家之後 他的充電的費用是比較低的 等於說你下班回家 把車子開來充電 隔天早上你就可以把車子開去上班 我們非常的支持我們綠能產業 尤其是我們到了這個2025年的 的確非常多的這個事物 尤其我們會談到探權的這個部分 像我們最近的南部的話 不是都在做光電嗎 那所以可能到最後的話 全台灣只剩下我們的南投的話 可能探權可以做一個販賣 那至於說我們基隆的話 現在就要開始進行了我們綠色產業的部分 這個是絕對客不容緩的 那包含我們未來的像電動巴士這一方面的 其實之前在議會大家都有深度的在討論 而市民是非常的支持 以後一定要朝向這個綠能產業 來去做一個進行 現在很多的大型社區 比如說第一特獎 我們信義區也是很大型的社區 有800多戶 那現在有這個充電樁 的確是對我們的住戶都很方便 那希望之後很多的社區跟綠能的方面 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使用 讓我們社區跟我們的地球越來越環保 那個我們深溪路新風街這邊人口非常的多 那那個相對使用電動車輛的 那個朋友也非常的多 那所以未來這個是一個趨勢 那我們也希望說 每個社區都可以裝置這樣的一個 相對比較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充電站 讓我們的居民朋友可以來做使用 那也為了我們每個社區的安全來著想 我們基隆主要這個是做這個 集合室住宅的示範點 那在未來來看的話 我們會繼續在基隆市的集合室住宅 建構像這樣的充電服務 除了這個之外 在賣場消費人口其中的地方 我們都會建構這樣的充電服務的戰場 充電樁進入社區是未來趨勢 全力打造低碳的社區 業者有信心 計畫將充電設備推廣到基隆其他社區 而全台將打造200個充電據點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你講一下哪個充電度是什麼 這次 已經我是在這裡 可以打造成馬分 是你自己 這些箇面 但是,你自己就再 ссыл 回到 橫屯 有些箇面